欢迎回到新闻冲秀 刚刚小夫爸爸提醒大家了 领股交易 如果你的金额不到一万四千块钱的话 还是要收二十块钱的手续费 所以如果每一次平凡买不到一万四 手续费是很高的 所以到底资本不够的小资族 慢慢的存买一张 还是现在就进场领股 领股慢慢买 听好你的建议呢 其实金融股很便宜 大概十几块可以买到好多金融股 所以我个人觉得 那也就代表着 其实一张股票就一万多而已 那我相较起来 我会建议说你就慢慢存 存到一定期限之后 大概两到三个月来购买一张金融股 会比较恰当 那刚才我提到的 我比较建议 就是你资金不大 那干脆买ETF好了 因为还可以帮助你分散产业风险 那刚才我忘记提到一点 所以ETF它还是有一个小缺点 没有纪念品 我第一次买0050的时候 我以为我会拿到50个纪念品 结果什么都没有拿到 ETF是没有纪念品的 小富豪 ETF没有股东会纪念品 对ETF是没有的 所有的ETF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你要根据 自己的一个策略 引发的想法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纪念品 那你跟ETF的取舍 那自己来做决定 那我这边还是提醒各位一次 就是很多人想用零股 然后依照的复利 然后以此来加成自己的复利效果 赚财富自由 其实零股毕竟来看的话 就是本金小的人会做的事情 那相较起来本金小 造成的复利的一个效果 其实就不高 我这边准备了一张图表给各位 一样是存5000块 或者1万5或者3万块 其实它所达到的一个复利效果 都差得非常多 我们从图表上面 其实可以看得非常仔细 如果是每个月投入金额是5000块的话 存股年数30年 我以值利率大概4%来做计算 总投资的一个获利 大概就230万左右而已 那当然我这边没有把资本利得的 一个复利效果算进去 如果按照七二法则来看的话 大概投资获利会再乘以的 大概2倍到3倍 因为30年会2倍到3倍 可是这边就其实很明显的彰显一件事情 你想想看高薪值族群 这个3万块每个月投入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投资的获利最后的一个金额 算是小资族的6倍7倍 所以我这边想告诉各位的是 其实长期投资就像一场马拉松 每个人的一个配数不同 体能也不同 但是你很注重的一点是 我们的梦都是一样 都是期待着这个5% 6%的复利效果 可以慢慢彰显 但是你那个本金才是始终 影响你最后得到的总资产 所以我个人认为 其实专注本业 扩大自己的一个本金 还是很重要的 零股这一集 观众朋友一定是一开始 来做一些借鉴 来做一些观察 等你零股学会之后 一定要学着 试着买一整张 试着买10张 试着买20张 这才是投资路上的一个进步 如果你老是在看这一集 那你可能本业上 就没有太大的进步 对不对 因为整体的工资水平 没有往上升 所以个人还是觉得 我们零股只是小资族 刚出社会 因为资金不大 我们迫于目前的体制 那些慢慢的存 培养自己的盘感 等到累积了一定的本金之后 我们当然是一张一张的加上去 好 所以提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它是一个敲门 第二个本金很重要 多少本金 有关你之后滚出多少钱来 小布爸 那你的建议呢 到底要慢慢存存的买一张 还是零股交易就先进场吧 其实现在有零股交易 就可以开始进场去帮自己做 就是财富自由的实现 就可以一步一步来做 对 刚才提到像金融股的部分 现在个人会很建议是进场 可以存股的时候 金融股 可是大家都很担心 全世界动荡这么大 而且金融股现在要这么弱 所以现在是存金融股的好时间 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现在指数属于高档 所以如果你要帮自己 做一些避险的话 你可能可以买一些 就是恐慌指数 比如说富邦mix 就避免做一点就是风险的管控 这一点都可以做到 刚才也有提到 听到提到的ETF 我个人也会蛮建议的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 专注这么多事情的话 那你就变成是 你只能锁定在像ETF这种 已经产业帮你分配好 用零股买ETF 也可以 只是说它的可能会有 费用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增加 就是说因为毕竟是 委员券商来做这些 预扣费用 对 还会有这样的成本 但是要省市的话 其实这也是一种选择 真的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你有时间看盘的话 就交给ETF 没错 去帮你选股这样 但是还是要及早入市 还是要及早入市 庆龙老师 请开示 其实我不太建议 零股去买ETF 其实因为第一个是 它没有股东会纪念品 我觉得 我已经没有钱了 我还是要 我每年还是要有香皂 我每年还是要有200块的 save的礼券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的报酬率 比你股票价差还要高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 零股交易一定要记住 你要零股东纪念品 这个信念是非常的坚定 那第二个其实 因为ETF 这不是应该小布包包说的吗 小布包你应该坚持 对不对 你是股东会纪念品的 没有 我们要从这个环境要跳脱 我们要往上学习 听要说 我们要向上 对吧 向上学习 当然没有错 投资自己由于稳妆铺 去增加自己的本业 但是现在我们就是遇到一堆冠老板 我们要怎么去突破这些黑心老板 不加薪的这种恶性循环 只好靠投资 我觉得这种零股交易 你要记住 零股交易我目的是为了股东会纪念品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 那第二个 因为零股交易 其实因为ETF它有分散风险 那其实资金已经不多了 你就不要再分散 再分散你的 因为你分散风险的同时 你报酬率也跟着降低 所以我觉得你就是挑 挑我们认为 其实可能比较积极型的一些标的 去做一些操作 可能会在短时间 创造财务效果会更好一点 好 所以今天三位专家 似乎都是建议想要做零股交易 10月26号盘中可以交易了 有钱就进场慢慢练盘感 对于小资族来说 时间价值是最重要的 所有来宾今天感谢你的分享 各位朋友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的话 可以到我们新闻超过秀的 脸书粉丝团留下你的意见 今天也很感谢你的收看 下礼拜同一时间再给你们见面 拜拜 下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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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